六都之一的台南市都会区竟然有这样一个家庭 他们靠着众志成城的力量度过了难关 他们住在一个三层楼的透天措 里头住着一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 还有他们的女儿 有一天老夫妻的身体都不舒服了 需要看医生 女儿打了电话叫了救护人员 专业人员来到现场却发现困难来了 这个家完全走不进去 因为家里头是这个模样 从一楼到三楼都堆满了杂物 完全没有走路的空间 原来是老人家在十年前丧失了他们的儿子 然后就灰心丧志 完全没有能力来打扫他们的家 于是救护人员进不去 林里长也非常的担心 左林右舍一起找来了慈继志工帮忙打扫 在这一天大家相约大扫厨 总共出动一百多人 还有大型的吊车 因为很多的杂物要从三楼跟二楼把它给搬运下来 在这一百多人的打扫行列当中 除了有好邻居来帮忙 有林里长之外 还有一群很特别的青年志工 他们来自台南慈继中学 原来是很多孩子就住在这一区的附近 他们接到消息之后 就由校长带着老师 号召的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帮忙打扫 这也是一堂很特别的生命教育课程 孩子们了解了 人生总会遇到一些难关 但是只要大家都愿意伸出手 这样的难关总会被跨越 出动吊车 救护人员或报屋内八十六岁老翁 发烧不舒服 需要紧急就医 过程耗时一个多小时 至于八十四岁妻子 则从二楼报得出来 而早在人员抵达时 赫然发现屋内堆满杂物 早已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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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就不漏了 由公所这边来请求环保局支援 那里长这边也来行求 慈激基金会的帮忙 那我们慈激志工总共动员有八十位 来帮这位陈姓女子的家中 把一楼到三楼的所有杂物来清出 然后妈妈呢是因为有囤积症 那加上儿子多年前往生之后 她的囤积造育症就大爆发 所以呢从整个一楼二楼三楼 所有每一个地方呢全部都囤积 十多年来家已不成家 丧死之痛导致了眼前这幅景象 废弃物多到清扫当天 左邻右舍自动提供屋前空间 让行动更顺畅 我们有十二个教职同仁 那搭配四个我们高中生 还有甚至未来的学生 要来读我们国小部队都进来了 成交铁 现场不乏亲子党 学校老师公布讯息 二话不说就报名 海南整理需要动用很多人的力气 还有力量去接合 然后才能去把它清理干净 我们常常取之于社会 那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力量回馈社会 这就是我想要带他们一起来 就是来参与的原因 国高中生硬四处穿梭 青年力量爱的传承 那我今天是跟我的儿子 纯浩一起过来 那之前因为一直是 池济的长崎建筑者 后来受到池济北区这边的帮忙 然后澄清生活站立起来 好冷喔 屋内高温 灰尘 粉尘四处飘散 强大行善力量串联上百人 早上到下午花了近十个小时 清出近二十公吨垃圾 化解了邻里长年困扰 种植沉沉下 也总算还给这个家一个干净面貌 戴新闻 郑瑞萍 李亚珍 林香秀 谢丽华 台南报导